来自台北京华酒店的铁板烧行政主厨陈春生 连续七年来到花莲的黎明教典院 料理大饭店等级的高级餐点来交代院生 今年还扩大号召了20位各大饭店的行政主厨 还有台北圆州福人社 以及罗东高香共襄盛举 除了美味菜肴 还有个人专属的姜饼屋 让黎明院生提前欢庆耶诞节 七年前因缘际会之身来到花莲黎明教典院 为部分院生料理美食 接下来每一年 京华酒店的行政主厨陈春生 他都到花莲完成七星主厨下乡 公益星旅行益主活动 今年更是号召到20位各大饭店的主厨 来为黎明将近300位院生及服务人员 料理美味午餐 第一届的时候是 他们这边有个主任叫黄展云主任去找我 他是请我就是 看能不能有这个机缘到花莲黎明这边来做益主 他当初跟我讲说你只要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说因为我有问他 问他很多次 结果他说我不要你那么辛苦 你来一趟只做给10个院生吃就好了 再问他 我说到底有几个 他也不好意思讲 后来第三次问他以后他才讲 我们连院生跟工作人员总共有230个 这个样子 后来就第二年 第三年 延续到现在都是 连工作人员差不多有330个左右 院生 一年难得吃一趟美食 吃一吃美食 当然我们一定要 要做就要做最好的 给他们来享用这个样子 对于陈春生主厨的公益善举黎明教养院非常赶佩 今年是2022年第七届陈主厨来到黎明 而且这一次在整个一组的团队里面有将近20位的厨师 一共还有60位的粉丝们 所以一共有80个人来到黎明 为在两年后的疫情 在这个疫情当中 其实黎明因为这两年 其实也没有对外的开放的一些大型活动 今年也算是疫情过后的第一场大型活动 而且这一场大型活动也延续了这七年来的感动 在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很谢谢陈主厨代理这些厨师们来到黎明 这些清新级的料理 基本上都是在大饭店里面才会吃到的食材 那也透过这些参与的 不管是厨师们主厨们 甚至粉丝们的乐捐 那让这些高档的食材能够进来黎明 对服务对象来讲是一个莫大的享受 除了大饭店等级的高级餐点 还有精华酒店点心房师傅 和罗东高厢师生 为黎明院生一对一完成一座小型姜饼屋 而台北圆桌扶人社也捐助16万元善款 协助黎明教养院完成照顾院生的任务 圣诞节前夕 黎明教养院收到了最大最幸福的圣诞礼物 他们也和陈春生主厨相约 明年第八届七星主厨艺主还要再相会 月轮会欢迎视报道